OK,今天晚上的这个课程是关于情绪和压力饮食的 或者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字呢,就是情绪化进食 所以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了解这个情绪与压力饮食之前呢 我们先来做一个小小的测验 这个测验呢,是没有分答案 它的答案是没有分正确还是错误的 没有的,它只是看你是不是属于一个情绪化的进食者 它就是一个test包,就是来看你到底有没有因为情绪 而影响你的这个进食的一个小测验 所以我们来先一起做一下这个小测验 这个小测验呢,就是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小笔记 你自己记一下那个答案这样的 它只有短短的五题的问题 你可以在那个留言区分享你自己是不是这个情绪化进食者 在这个测验结束过后,如果你要分享呢 你可以在这个留言区分享 如果你不想在留言区分享的话呢,也没关系 你就可以自己知道吧 自己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情绪化进食者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OK,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只有当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负面情绪 愤怒或者是沮丧时,才会暴影暴食 所以这一题呢,它的意思就是平时你没有暴影暴食的 你平时吃饭的都是OK,都是斯斯文文这样很细脚慢 可是when你感觉好像你很生气的时候啊 或者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很伤心的时候 你就会暴影暴食的 你就是突然吃很多比平时吃很多了,吃得很快 喝很多吃很多这样,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也就是yes或者是no,如果是啊,你就自己记下来 你是是,就是你在啊,在心情不好的时候生气啊 伤心啊,或者是很沮丧的时候啊,压力的时候啊 你会暴影暴食,没有啊,你自己记下来咯 如果没有话呢,就是不是咯,就是就算你很生气 就算你还伤心啊,还是很沮丧压力的时候呢 都不会暴影暴食的话呢,你的答案就是否了 所以第二题,下班过后我会直接奔向食物 就是下班过后啊,老板找我都不会去理他 同事打电话来,我也不想去跟他讲话什么 我就直接去找吃包,吃什么都好 我就是要去找吃包,去restaurant是更加好 或者去大排档这样啊,你有没有这样的这个习惯呢? 就是每次下班过后呢,就直接一定要去找吃包的 其他东西都不想做的,我不想去跟同事啊 就是去喝酒啦,我也不想跟同事 就是去运动啊,做比较好的一些活动 这样来放轻松一下,不要,我就是要吃包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有的话呢就是吃 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不是的 第三个问题 每当我感到无聊的时候就喜欢吃东西 吃还是不是? 有些人呢无聊的时候太过得空的时候呢 他就是很自动在家的话呢 就是他就是会打开他的冰箱 打开他的厨柜,看有没有东西吃零食啊 还是果冻啊,总之可以吃东西呢 他就是拿来吃,尤其是那些零食 看到有巧克力啦,薯片啊,还是果冻啊等等啊 就是开他的餐,做的那个烧鸡啦 开他的冰箱啦,开他的厨柜 看有没有东西看有没有那些 存好的食物来吃的 有些人无聊的时候的确是会有这个习惯的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习惯的话呢 就是无聊的时候就是想要吃东西 就喜欢吃东西的话 答案就是是,若不是的话呢就是否的 第四个问题 有时候我会突然感觉自己饿得要秒下饿死了这样的 有些人真的是会这样的 明明做东西做得好好 可是突然感觉自己很饿很饿很饿 一定要吃东西 一定要吃的不吃的话 就感觉自己好像饿死了这样的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就是答案也是是,不是的话呢 就是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否的 而最后个问题 公开表达或讨论自己的感受 让我感觉到很不自在 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呢 就是你不喜欢在public啊 在朋友区啊 或者是在同事区啊 你不喜欢这样很public很公开 讲自己的感受 我不喜欢这样啦 还是我觉得这个很好啊 就是觉得你很不自在 很不自在的 你不喜欢好像人家知道你在想什么 让人家知道你的感受 这样你会觉得很不喜欢很不自在的 如果是的话呢 你有这样的情况呢 答案就是是哦 如果没有的话你ok to 让人家在这个在大众下来谈谈你的感受 无论是喜欢是不喜欢都好啊 开心是不开心啊 你都可以跟人家分享 可以在公开的场合跟人家分享的话呢 答案就是否的 所以相信大家呢 对于这个这五个问题呢 都已经知道答案了 就是有几个是几个否了 所以如果这五个问题里面呢 至少有三个呢 是符合你的情况都是是的话呢 这至少有三个四个 我这甚至是全部都是是的话呢 你就是属于情绪化进食者的这个问题的 就是你是会有因为情绪的影响 而影响你这个进食的这个现象的 这什么是情绪化进食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一下 这其实呢 所谓的情绪化进食呢 以字面上的意思来讲就是 你的进食你的饮食呢 是被你的情绪所影响的 他这种情绪的感受呢 就是会影响你很多方面的 饮食方面很多这个问题的 就比如说你吃东西的医院 你吃是为了甜 平时我们吃东西是为了甜饱肚子嘛 可是这个情绪化进食呢 你吃东西是为了让你感觉比较舒服一点 其实你本身可能没有饿的 就是你就觉得心情不好啊 或是无聊的时候啊 或是压力的时候 你就是想吃 吃了会让你感觉心情比较好 所以这个是其实是一个情绪化进食的这个 Science的那个现象来的 选择的食物也是有受影响的 情绪化进食呢 会影响你选择的这个食物的 平时如果我们生理上的肚子饿的话呢 我们就是去吃饭啦 市面啊 去后面的茶餐厅打包一下 打包找菜饭什么的 可是如果是你在情绪化进食的时候的 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呢 你会特别想吃某一些东西 在意它不可能 而且这些食物呢 多数都是不健康的 都是很高油高糖高盐的 薯片啊奶茶啊披萨炸鸡啊 Burger啊快餐 那种不健康快餐等等啊 你是特别想吃这些某些 这些不健康的这些食物的 这个是情绪化进食其中一个现象来的 然后还有进食的场所咯 就是你可能就是平时你不会吃 fast food的 你平时是不会去吃kfc mcdonald那种不健康食物 可是when你有这个情绪化进食的 这个现象时候呢 你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 你就是哇不能啊 我今天很不爽 我今天就是要去吃mcdonald吃到够够哈 我要吃很多炸鸡等等 这个就是会也是会决定这情绪化进食呢 也是会决定你这个进食你吃东西的这个地方的 还有你的速度 很多人呢有这个情绪化进食的时候呢 他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 就是我们讲这个emotional一定attack他的时候呢 他吃饭的速度呢 往往跟平常都是不一样的 往往都是比较快的 因为他这个就是因为他的心情影响到他要吃快快 吃快快才会觉得比较爽比较发泄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情绪化进食的这个现象的 或者是如果我们用更简单的一个白话文来讲呢 就是利用食物让你的心情变好 情绪化进食就是你要那个食物 是那个食物来让你的情绪你的心情变好 而不是让你填饱肚子 你只是要让那个心情变好而已 所以其实这个情绪化进食呢 他本身不是一个疾病 他不是一个进食的疾病来的 可是他可能是饮食失调的一个sign 是一个他的那个迹象来的 饮食失调的迹象来的 可是呢 这很多人就没有注意到 他们有这个情绪化进食 我可以很老实跟大家讲 其实我自己本身都有这个情绪化进食这个问题的 就好像如果我 我平时我都是饮食方面都是比较normal 就是有吃饭吃菜吃肉这样就是比较均衡的 可是如果当我感觉很压力的时候 或者是心情超级不好的时候 就是很伤心一些事情发生过后 就很伤心的时候 所以我就有这个情绪化进食这个问题 我会那一天呢就是特别要吃那些不健康食物 那些零食啊 薯片那些chips啊 然后些炸鸡啊 快餐啊 披萨啊 然后那些很甜的饮料 奶茶等等 总之是我们分类为不健康那些食物呢 我在我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也是我很压力的时候 我会非常去吃这些 而且还是吃很多的 不只是吃这些不健康食物 还是有出现这个暴饮暴血这个现象的 可是我的情况就是短短一天我就解决了 我的一天过后呢 哎我就会back to normal了 我就会变回以往的这些生活的那些饮食的习惯的 所以其实我这个我的问题呢 我自己本身也是有这个情绪化进食的 其实这个情绪化进食呢 是没有分性别 没有分年龄 没有分你的人生阶段 都有可能会有这个问题的 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你是年轻的还是年纪比较大的 你现在是成年人也好 小孩子还是青少年都好 或是老人家都好 都可能会有这个情绪化进食的这个问题的 而我有这个问题 是我从我青少年的时候 我就发现其实我有这个问题的 这其实这个情绪化进食 虽然它不是一种疾病 可是如果再更严重一点的话呢 就是你没有去管的话 你没有好好去管理你这个情绪化进食的话呢 你给他再卖钱 又不再更严重的话呢 就有很可能会变成一些饮食疾病 就比如说包食症 就是我们讲的Pulimia nervosa 我是这个狂食症这个Binge eating disorder的 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的 而不是觉得 哎呀偶尔这样情绪化进食还好啦 偶尔一次两次是ok的 就是有些人就是很难的嘛 就是心情非常不好的时候 还是压力太大时候 偶尔就是想要靠食物来发泄自己的这个情绪 偶尔一次两次还可以接受 可是如果很长期性都是这样的话呢 它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甚至是会演变成一些包食症 或者是狂食症的一些疾病 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的这个情绪化进食这个问题 这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情绪化进食的这个恶性循环 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心情不好 你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就是可能有发生一些让你不愉快的事情啊 可能无论是家人方面还是朋友方面还是工作方面 就是有事情弄到你情绪不好 你很不开心 或是你很伤心 你很沮丧很压力的时候 你就不知不觉就是想吃 想吃一些很不健康的东西 你平时可能没有什么吃 或者少吃 可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就特别想吃非他吃 非吃他不可的 你就吃吃吃很多 不停的就往嘴巴撒一包 吃吃吃吃吃很多 平时可能只吃一块蛋糕 可是那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可能吃十个二十个蛋糕 哇吃到时候 刚吃到时候 哇就觉得很爽啊 不错啊 就好像感觉 压力还是伤心的那些情绪 好像被缓解了 就感觉比较爽 可是你再吃多几下呢 你就开始很后悔了 哎呀为什么我当初我吃这样多呢 我只是心情不好吧 我只是压力 我可能可以找其他方法来解决了吗 为什么我要这样 这样来狂治来伤害我自己身体呢 哎呦 等下我体重上了怎么办呢 等下我体脂肪等下我腰位又粗一点还是怎样 你就会有进入一个很懊悔 这个很后悔的这个状态 你就会感觉很内疚 就觉得哎哟 I feel so sorry to my body 我对我的身体感觉很对不起 然后你懊悔了 你的心情又不好 你心情不好 又来另外一个这个情绪化进食的另外一个循环 又来另外一个cycle 看得出就是你这个情绪化进食呢 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 如果你没有在任何一个阶段stop的话呢 没有在哪一个阶段去重视它去解决改善它的话呢 你会陷入这个情绪化进食的这个恶性循环的 所以一定要很小心的 当你如果你发现有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改善它 要怎样让自己不要再心情不好 或者是无聊的时候或者是沮丧的时候呢 通过这种暴影暴影 通过这种跟着情绪跟着你心情走来吃东西的 这个问题呢 要想办法来改善它的 所以为什么一个人他觉得很寂寞啊 还是很不愉快啊压力的时候 为什么会一直想要吃东西呢 其实是因为他有这个压力荷尔蒙的这个问题的 所以这个压力荷尔蒙呢 或者是他正式的他的名字叫皮质醇 当他的这个皮质醇水平提高的时候呢 他就会变相增加我们的食欲 这个变相增加食欲的意思 他不是让你普通想要吃东西包 他是让你的这个食欲突然是成二成三这样的 跟你平时这种肚子饿的这种食欲是不一样 平时我们可能吃早早餐过后 要差不多到午餐时间 会觉得肚子饿是正常的 这是生理上的身体的饥饿的 可是这种因为压力而你的导致你的食欲增加呢 其实这种是变相就是我们可以讲简单讲话就是 Abnormal是不正常的 这个压力荷尔蒙的水平的这个升高呢 Abnormal会不正常的增加你的这个食欲的 就是成二成三这样的 其实平时你根本是不需要吃这么多 可是当你这个压力荷尔蒙多的时候呢 你就突然比你平时吃整多两三倍的 而且都是不健康的食物的 为什么呢因为那些高糖高油高烟那些食物呢 它的确是会让我们的情绪 暂时会让我们心情比较好的 可是久而久之呢这样长期下来 其实会带一些身体健康问题给那个吃的那个人的 因为如果你长期都是这样 哇心情不好就是吃那些很甜的那些甜品啊 蛋糕啊 那种糖果等等啊 我说油炸食品的炸鸡啊炸肉啊 炸炸炸的那些快餐等等啊 dornut啊 或者是吃一些零食啊 薯片啊 糖果啊 ice cream啊 那种甜甜的那些东西 还有不健康的那些零食啊 或者是一些饮料啊 尤其是那种高甜的那些饮料 奶茶啊 或者是放很多糖的奶 而且什么copy都好 就算是你喝copy 可是如果你放很多糖 就是你想要喝甜的 就是你比起 我们平时早上喝咖啡 反正就是因为我要喝甜的 我要喝点甜的 来让我自己比较舒服 这样这样的情况呢 这些食物呢 长期下来的 如果你又再加上你缺乏运动的话 那就会导致你有这个 增加你这个肥胖的几率啊 你的体高过重啊 你的体脂肪上升啊 然后那些三高高胆 高血压啊 高血糖这问题呢 都是会演变出来的 会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 如果是讲情绪化进食的话 其实我要怎样知道 我有没有这个情绪化进食这个问题 除了通过刚才那个第一个小测验之外呢 你可以看看下 你有没有这五个这个状况的 就是你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啊 有没有这五个状况的 所以怎样知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会有这五个状况呢 其实可能啊 不只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想要特别想吃些东西 可能你很累的时候啊 或是一种习惯啊 压力那些啊 也是会有这个情绪化进食这个问题的 这几个原因啊都会导致你突然想要吃一些东西的 这除了是因为刚才那个压力和尔蒙的关系 有些也是因为你的这个啊 习惯的这个问题的 或是因为一些社会的影响 也是可能导致你有这个情绪化进食的 就比如说好像有些人就好像有一些朋友啊 哎走咯走咯 星期五晚上啊 就一起我们一起去吃披萨啦 一起去吃些不健康食物啊 来relax一下 让自己轻松一下嘛 难得已经星期五了 八九六八不用做工这样啊 这些社会影响呢 也是会导致你有这个情绪化进食 因为你跟一些朋友出去 说说说啊 放轻松啊放轻松啊 你就不知不觉吃太多 为了为了放轻松而吃那个不健康食物 其实也算是一种情绪化进食 就算你是不是一个人 你跟跟着一帮人都好 你跟着朋友都好都算是这个情绪化进食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情绪化进食 其实你会有一种什么体验呢 就是有五种的 第一个呢 就是饥饿感来得突然 就是就我刚才讲的 你吃了早餐过后 你差不多到午餐的时间 你会觉得饿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的胃已经消化完了 你的胃开始空了 已经需要再次吃多一餐 来补充回你身体 所需要的一些体力啊 而且营养等等 是正常的 可是如果是情绪化进食的话呢 你突然就是一下子觉得很饿的 而且他这种饿呢 是不只是很迅速 而且是很激迫 激迫到你觉得不吃不行 不吃好像感觉突然要死掉这样的 而且这种情绪化的这种饥饿呢 通常都是会对垃圾食品的渴望有关系的 你不是觉得OK 那我去后面打包个猪肉粉吃就可以了 不是的 你是特别想吃那些不健康的那些垃圾食品的 通常我们身体如果是身体饥饿的话 要吃午餐晚餐的话呢 吃任何东西都OK嘛 而且都是比较正常的 就是我们平时会吃的那些啊 早菜饭啊 我是妈妈煮的饭啊 我是打包后面的那些比较正常的 可是这种情绪化进食呢 想吃特定的食物呢 而且都是不健康 突然想要吃薯条 突然想要吃汉堡 突然想要吃ice cream 不是只是嘴巴羊 就是突然就是想要吃 而且还是吃很多 这些都是情绪化进食这个问题的 就是这些现象 吃饱还想再吃 就是对也是会有的 就是你明明已经是吃饱了 可是突然哇 觉得心情不好 给老板骂了 你就说OK 就算我已经吃饱了 我还是觉得 我还是想要去吃ice cream 就是因为心情不好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现象 就算你的肚子跟你讲 你已经吃饱了 可是你的心就跟你讲 不能我一定还要再吃 我要吃甜的 还是我要吃那种不健康的 就是让我的心情舒缓一点 这也是其中一个现象 吃东西心不在焉也是的 就比如说好像一个人在无聊的时候 他就一边看电视机一边吃ice cream 他本来只是打算吃 就是平时吃ice cream 可能只是吃一小scoop 就是一丁 可是如果他在情绪化进食 他因为无聊而去吃那个ice cream的时候 他会不知不觉吃很多 可能他这样捧着来吃 一边吃一边看电视机 他不知不觉 他就吃完一整盒的ice cream下去的 虽然他本来不打算吃这么多 可是因为觉得无聊 他就一直吃吃吃吃 吃的心不在焉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吃了多少 一直到吃完的时候才想 哎 我不小心吃完一整盒了 这也是其中一个 这个他的那个情绪化进食的现象 最后一个吃完后悔有罪恶感 就是刚才说给大家看的那个cycle 那个恶性循环 就是你暂时吃了觉得 暂时性的舒缓觉得心情好像很好 可是过后呢你再吃多一下你觉得 哎为什么我当初吃这么多呢 我的身体体重增加等等 就是有种罪恶感感觉对不起自己的身体的 这种种的都是情绪化进食者 会所体验到的这个感受的 所以如果在线上的大家呢 如果你们有这样的这个现象的话呢 就要注意一下 你们可能有这个情绪化进食的这个问题的 这边简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分辨身体饥饿跟情绪饥饿呢 身体饥饿就是随着时间慢慢发展 就是你吃了早餐够后 你做工做工几个小时 你是慢慢慢慢这样 我本来是很饱 过后就觉得 感觉不到什么的 就差不多到午餐时间 好像有点饿了 一直到你平时正式吃饭时间 很饿了我要去打包了 是这样的 身体饥饿是这样正常的 就是慢慢跟着那个时间 一点一点这样来饿的 可是情绪饥饿就不一样 情绪饥饿是突然发作很急迫 你一定飞吃不可就是很急速突然就觉得很饿很饿很饿 一定要吃 都是吃饿不健康食物 这个就是情绪饥饿的 然后身体饥饿的话呢 就是你觉得饱了够后了 你自然就会stop饿了 就是可能你打包一包饭 你吃饿吃饿了 你觉得我饱了 可能我把这个食物留到迟一点 替一看再继续吃 还是留来晚上吃这样的 你饱了你自然会stop的 可是如果这个情绪饥饿的话呢 你就会吃到心不在意 你就吃吃吃吃吃吃吃 吃到你不会stop 就感觉我不想停止我就是想要吃 你就是会有这样的这个感觉的 你虽然你已经觉得饱了 可是你会ignore掉 你会忽略它 就是想要吃 来让你这个心情比较舒缓 你会忽略那个饱饱感的 这个就是情绪饥饿的这个其中一个现象 身体饥饿跟前一餐的时间有关系 就是刚才讲的 早餐跟午餐时间的那个时间的长短 就会影响到你这个身体饥饿的 而情绪饥饿呢 它是因为你的这个情绪而触发的 它就是因为你心情不好 我是突然很压力的时候啊 那种感觉啊 就让你突然很想吃这些东西 是因为心我们讲因为心情所导致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这个情绪饥饿 放一个心脏的关系 就是因为它是因为你的心 而影响你有这个情绪饥饿的这个问题了 然后最后一个身体饥饿跟情绪饥饿的差别 也就是身体饥饿吃什么都可以 只要可以饱腹的 就是吃饭也可以吃面 就是看你当天想要吃什么正餐都可以的 而情绪饥饿就是像刚才一直讲到一直重复的 就是渴望特定的食物 而且尤其是都是垃圾食品的 所以以上的就是身体饥饿跟这个情绪饥饿的这个差别的 如果你有情绪化晋食的这个问题的话呢 要怎样去改善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小步骤啊 一些小习惯啊 来慢慢改善这个情绪化晋食的 所以第一点就是分清楚生理和心理的需要 就是刚才像刚才讲了 你要分清楚你现在想要吃这个东西 是因为你的身体饥饿 你的胃已经空了要吃还是因为你的情绪的关系 而导致你想吃你要先分清楚 而不是很饿就是吃很饿就是吃不是的 将会导致你这个情绪化晋食的问题越来越重的 所以呢要在吃之前先分清楚你到底是身体饥饿 还是你是因为情绪饥饿所以才要吃那个东西的 生理饥饿的话就是慢慢慢慢形成了咯 就是你吃了一餐过后你慢慢形成才会有这个 有饿的这种感受啊 然后你的肚子会有咕咕咕咕咕 就是跟你讲已经肚子饿了的 然后开始出现很累啊那种感觉啊 那种才是叫做生理饥饿 就是我们讲的身体饥饿 而心理的饥饿就是我们讲的情绪饥饿 是突然来临的 第二个转移注意力 就是如果你突然想要吃那个东西 你知道你是因为压力而想要吃那个东西的时候 哎你try一下转移一下 你注意而不是就是一直想着要靠吃 来让你的这个压力啊 就让你这种不好的情绪得到说完的 想吃东西的时候啊 哎你可能可以尝试让你的注意力分散一下 分散一下十分钟 比如讲嗯 before你去拿那个食物之前啊 你就是哎立刻起身去做一下别的事情啊 可能摘摘一下物质啊 去搜搜一下衣服啊 塞一下衣服啊 倒下垃圾啊 或者是家里有弹标的话 拿个弹标去做一下身体锻炼啊 来让提醒一下自己啊 哎不要因为乱乱吃 而导致你的这个身体肥胖问题变重啊 或者是洗个脸啊 敷个面膜很好啊 anything 就是做任何东西都好 就是为了转移你这个 想要突然想要吃这种垃圾食品的这个 注意力的就是要分散它的 或者是你也是可以跟朋友聊天打电话等等啊 我是去开电脑 我是开电话 看一下戏啊 玩一下game都好 总之就是要让你这个吃的这个念头 就是被分散 而第三个呢 就是手边有更好的选择 如果你真的是要吃的话呢 可以吃 可是尽量吃那些比较健康的食物 不要吃那种高糖的奶茶 蛋糕啊 糖果等等 你可以选择一些低糖的食物 比如说燕麦粥啊 全麦饼干啊 或者是那种健康的蔬菜干啊 什么 番薯干啊 地瓜干等等啊 那些比较健康的食物来吃 是可以的 就是准备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 instead of 来代替那些不健康的薯片啊 等等那些不健康的零食的 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也是可以改善慢慢 你因为情绪化进食而带来的那些健康的这个问题的 如果你真是不能阻止你自己吃的话呢 那就尽量选择健康的食物来吃 然后过后呢 养成健康的这个生活习惯 不熬夜不挑食 就是规律的运动 积极的社交活动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呢 因为熬夜呢 如果你熬夜的话呢 就是你的身体很累的话 就是你这样长期熬夜你的身体 这个精神代谢也会变低不止 你一直会弄到你的情绪不好 你这个情绪不好 又会弄到你想要吃这个垃圾食品 来让你这个那种情绪不好的这个现象得到属黄的 不挑食 有些人可能啊 这个又不吃 那个又不吃 弄到你的肚子空空 你看到零食的时候 你就想要吃 因为你这个又不吃 那个又不吃 你的身体没有奢取到足够的这个碳水化合物 跟这个蛋白质的时候 你会一直想要去吃 那个那些不健康食物 要填饱你的肚子 所以就尽量让你的这个平时饮食呢 要得到均衡 规律还有这个适度的运动 就是让你不要整天 好像因为太过得空啊 就是很无聊的时候 去找那些零食来吃 然后社交活动 就是健康的社交活动 就是让你可以很好的去舒缓你的情绪 有什么压力 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partner分享一下 等你就不会靠吃 来去改善你的那些压力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这个情绪 然后下一个改正无意识的这个进食 就是有些人啊 就是想要吃就吃咯 很多人都是在不知不觉的时候 吃进去很多东西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吃了什么的 就是好像刚才讲咯 你可能一个冰淇淋放在你前面 你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这样吃吃吃吃吃 你自己也没有注意到 其实你已经吃了一整盒 吃吃了一整大筒 所以要注意就是吃东西的时候 不要心不在意 因为你会不知不觉吃太多的 就算因为你心情不好 所以想吃那些一点的不健康食物 尽量只是把一小部分拿出来吃就够了 一直跟自己讲 这小部分就已经可以让我改善我的情绪 可以让我心情比较好一点 而不是这样整大筒 整大包张来吃不是的 最后一个培养其他应对其虚问题的习惯 就是你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活动啊 来让你的这个情绪问题得到改善的 就如果你感觉到很伤心还是压力的时候 你可以哭一场我去睡个觉 你睡个觉了 的确你的心情会比较好一点的 我去运动发泄一下 用这种健康的发 健康的这种方式来发泄你的那些不好情绪 跟朋友聊天 跟家人啊 父母啊分享一下 你遇到一些问题啊 一些困扰啊 可以让他们可以 maybe给你一些建议啊 或者如果你养宠物的话 你可以带一些宠物啊 去走走一下去呃 带狗族去走走一下公园啊 那分散你的那些注意力 不要让你就是啊 不喜欢不开心的时候就在那里吃 或者你跟宠物玩啊 也是会比较开心一点的 或者是如果啊 经济能力ok的话呢 你可以去做个spa 或者是去做个facial 让你的这个身心呢 得到这个啊 放轻松的这个啊 帮助的 而不是只是通过吃 来改善你的那些不好 来舒缓的你那些不好的这些情绪的 然后这边呢也给大家一些建议 就是有一些食物啊 其实如果你整天觉得你自己心情不好啊 沮丧啊 很容易压力等等啊 其实这些食物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压力 改善我们的情绪来减轻那些焦虑的 比如说抹茶粉啊 而且高制鱼嘞啊 这些salmon啊 豆腐等等啊 因为它里面是omega fatty acid 是可以舒缓我们这些情绪的 然后一些鸡蛋啊 brewberries啊 brewberries啊 那些 berryberries 很high in vitamin C的这些水果啊 chamomalti啊 那个羊肝菊叉 都是可以减轻我们这些焦虑的 然后呢一些海鲜食物 比如说那些oyster啊 新鲜的oyster 或者是你不吃新鲜的oyster 你吃那个煮熟的oyster 也是可以的 这些食物呢 这这11种食物里面的那些营养成分 都是可以很好帮我们去改善 我们情绪减轻我们焦虑的 泡菜啊 garlic啊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蒜米啊 大蒜啊 南瓜籽啊 南瓜籽 你可以拿那个干了的那个南瓜籽 来当做零食 还是一样要适量啦 或者是你拿个南瓜籽去煮汤啊 那些也是很健康很有营养的 十字花科蔬菜啊 就是那些broccoli啊 我们讲的花椰菜啊 cauliflower啊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包菜花 这些这些食物这些蔬菜呢 都是很好去 缓解我们的这个压力的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黑巧克力 那些 加了很多奶 加了很多糖 一些巧克力啊 是算是其中一种不健康的营养 可是如果是pure黑巧克力的话呢 其实它本身是很健康的 它可以很高抗氧化 然后同时间它也是可以减轻我们这个焦虑的这个问题的 所以这十一个呢都是可以啊 缓解我们的情绪的食物的 所以在平时的这个啊 饮食方面呢 你可以多吃这些食物 来让你的情绪呢得到比较稳定的这个啊 现象的 不会怎么这么容易感觉压力 感觉这些焦虑的这个问题 这十一个食物呢都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的 好的 so刚才啊就是有体验嘛 就除了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你这个啊 情绪化进食有得到比较好的改善 然后有什么啊 食物可以缓解情绪 就是我们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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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也是有几个保健品 它不是直接性去啊 解决你这个情绪化进食这个问题 可是它是indirectly 是无间接性的去啊 帮助你面对这个情绪化进食的这个问题的 第一个就是D子林 D子林它啊啊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大家有听过这个D子林的课 都知道它跟内分泌有学说有关系的 它可以调节我们这个内分泌的平衡的 所以刚才有提到嘛 其中一个一个slide就是有提到 你的压力荷尔蒙水平提高 就会变相的增加你的食欲 就是让你的这个食欲很不正常的突然变多的 所以D子林呢它是长时间 它是可以让我们这个内分泌得到比较平衡的这个状态的 你长期在有吃这个D子林的话呢 你的就算你压力都好 你的这个压力荷尔蒙不会一下子太高 不会一下子太高到你会有这个情绪化进食问题的 所以D子林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我们内分泌平衡 就让那些压力荷尔蒙不会太高 就算你压力都好 你一压力是肯定有这个压力荷尔蒙 这是无可避免的 你一压力就的确是有这个荷尔蒙 可是不要再太高到out of control的这个状态 D子林是可以帮助到 可是它需要时间 这个它不是讲哇 你一压力咯你是D子林就好 不是的 它是需要长时间来慢慢调节你这个内分泌平衡的 第二个是天智 天智呢它除了就是啊 就是让我们这个改善记忆力啊 修复神经等等的关系啊 它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舒缓情绪 因为我们的这个情绪 除了跟心有关系就是跟我们脑有关系的 天智呢 它就是可以缓解我们这个情绪啊 让我们比较有这种啊 心情变好 就是不是他不是讲你一次下去就心情变好 他也是他跟D子林一样 他就是让你长期这样慢慢 但不会这么容易有这种心情暴躁的这种问题的 他会舒缓你的情绪 让你不会这么容易有这个焦虑的问题的 他就是去修复你的神经 修复你的脑细胞 让你的情绪得到比较平衡的状态 减少一些抑郁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呢 除了情绪化近视啊 因为平时我们那些见证啊 好像那个人他本身有anxiety 有焦虑的问题啊 或者是他就是 他不是我们不要讲好像那个人精神病 不是他只是精神方面 他比较sensitive的话呢 为什么我们会会建议他吃天智 就是因为天智 他里面这个配方呢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抑郁跟舒缓情绪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压力 不会好像很大到很不舒服的 这个帮助的天智的确 对我们这些心情的方面 我们的这种mental health 我们的心理健康呢 天智是有很大的帮助 可是对于情绪化 其实他不是他不是直接性的去帮助 他就是跟弟子林一样 他是间接性的 他是in dietary 帮助我们改善这个情绪化进食的 然后第三个救育品 为什么我会建议救育品呢 就是刚才有提到嘛 情绪化进食会突然让你想要吃那种很高糖的食物 或者饮料等等 奶茶都不健康的饮料 与其喝那些不健康的饮料 你想要吃甜吗 你想要喝甜的 不如就喝救育品 我们的救育品也是甜的吗 你喜欢喝比较冷的 你就放多一点冰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就特别想要喝冰冷的 就是想要喝甜的又冰冷的 你就可以考虑喝救育品 救育品同样的给你也是饮料的口感 跟味道他也是甜 他的口感也是很像饮料 可是他不像奶茶这样会破坏也健康 反而救育品是可以给你 给你那个保健品的这个营养的效果 就是他给你 让你可以缓解你的情绪的这个甜度跟口感 而同时间也让你有这个保健的这个功效 与其喝那些不健康的奶茶汽水等等 不如喝我们这个救育品 来让你的这个情绪化进食的这个过后的那些问题 就是那些健康问题的得到比较减少的 Ok 以上就是情绪化进食 就是今晚的情绪和压力饮食的这个课题 和热物中间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